爱情从来由不得马虎 往往每个人都会去想要 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但是生活往往并不是这样 虽然现在倡导自由恋爱 但是父母之言没说之约 往往还是会横行于世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还是要 懂得爱情对于自己的重要性 未来是把握在自己的手里的 如果自己的未来没有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那么生活的质量肯定不会高 即使以后你反悔了也已经是悔之晚已了 那个时候的离婚也不会那么有价值了 找一个自己想要的人才 能舒服恋爱了以后 往往就会是天天都在一起 这个时候如果你身边不是自己想要的人 那么你就会怎么看他都不顺眼 那个时候你们之间的毛 短纷争也会接踵而至的 所以说有自己想要的人 才能真正的情人眼里出西施 那个时候的生活也会是很甜甜蜜蜜的 有一个自己想要的那种 人陪在身边就会怎么看都会觉得很舒服 那个时候你才会有生活的激情去面对这个感情和未来的生活 有过争取才会有真正的感情有一个自己想要的那种人真的还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往往争取了之后才会懂得珍惜对于自己来说是多么重要的 所以说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不仅仅会让自己变得舒心 也能让自己享受追求过程的幸福感 那个时候你能够得到的 往往也就是真正的感情 毕竟轻易得来的不仅仅不会是自己想要的 而且也就很难珍惜轻易得来的爱人 往往爱情的过程最容易让人对自己充满爱情的幻想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这个社会应该就是拥有一种凝缺无烂的感情 如果你总是很随意的去找一个自己所谓的爱人 那么你的恋爱的生活也不会好 毕竟自己想要的那种人才应该是最适合自己的 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 让你的生活向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前进 如果你真的可以追求到 那么你才能知道适合自己的对于自己未来的重要性 生活是需要有激情的 也只有这样的适合才能 创造出你们感情的最大化 享受过程才体现每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目标 往往也只有找到自己想到的那种人才能真正的体现自己的本领和价值 那个时候你才会知道自己的缺点 也才会弥补缺点 变成一个优秀的人是很重要的 只要你能有一面明镜才可能发现自己的美 也才能把自己变成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能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人 两个人想要在一起并不容易 往往也只有提高了自己的眼界 去追求自己想要的那种 人才能让自己的利益变成最大化的 人才能让自己的利益变成最大的 人才能让自己的利益变成最大的 人才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变成最大化的